好了,我最後葉建源議員給你一分鐘澄清 主席,剛才中學軍議員所說的對我非常不公道 因為在整個過程當中,我沒有不讓你談 如果你是按照程序、按照規矩去做的話,你可以談的 例如我剛才說了,今天如果你是中央的話 你就放在最最後那裡加半個小時來談吧 為什麼你要逃走另外一些議程來做 如果你在過去那段時間裡不是12比12,你是13比12的話 我有什麼可能,有什麼條件,有什麼權力不讓你做呢 如果你是上次來齊人的話,你們是可以做的 我不是說你們不可以談,你們可以談 你們可以在,但是一定要有規有矩這樣去做 如果你不是從這個規矩去搏的話 我覺得你是完全把焦點放錯了 我希望大家如果你要批鬥教育界的話 用一種符合規程的方式來做 以及公道的方式來做 我給張國軍一分鐘回應 主席,其實他剛才葉議員這個不是澄清來的 他一回應,我的說話他一回應 我覺得根本上就不應該讓他這樣去回應 主席,我不會用一分鐘,我免得無謂的爭端 我只是說,我沒有針對教育界,我正在澄清 我現在是針對葉議員剛才再出了一些不公的說話 好了,我現在再總結一個回應 其實各位委員寫了這麼多信給我 我已經答覆了,也徵詢了法律意見 就是我完全合法行使,根據議事規則我的權力 第七十七括弧十一條 我是有權決定時間,日子和地點,以及議程的 議事規則七十九C都是說了議程是主席決定 除非副主席已經根據七十九B作出決定 那他沒有,是吧? 我也從來沒有說在開會時徵詢你們下次談什麼 只是在其他事項說聲說下次何時開會 我也有聽過葉副主席的意見 譬如說他訪問芬蘭的報告 各位都知道通常這些職務報告 就在大會發表過報告 但我都聽了接受了葉議員的意見 是放了下這個議程 他都打了一尖的 為何你們不反對呢? 建制派議員都沒有反對 談完教科書教材便談芬蘭報告 所以我覺得沒有什麼再要回應和補充了 我結束這個程序的討論 現在我們進入議程第二項 幼稚園中小學教科書請教育局官員進來 不需要了 現在進行第二議程 書面澄清吧 你有空吧 我沒有對你 請你們不要議席上圈 其實剛才有 其實剛才有 我都給你打尖 是打尖 我完全是沒有打尖 你為何可以說我打尖 這個不是打尖 這個不是打尖 這個是冒犯 你說要接進去 我給你接進去 你給我重生之後 你自己再重生你自己 我給你講 我給你講 不 麻煩 主席剛才說我是打尖 我不明白我為何要打尖 我當我們和所有團員 是要求要談分難的 所以這個不是我個人的要求 而且我們也講了幾次 是得到委員會同意之後 我們將這件事放上議程 我也沒有說要先排到什麼時候 總之我們希望能夠盡快去談 所以主席一再延遲了 但我也不介意 但是為何你剛才可以說我打尖 我的做法和你的打尖是完全不同的 根據主席搜查 你應該要諮詢委員的意見 然後調動議程 調動議程的過程 你已經定了議程 然後你現在調動議程 和你本來最初一開始 定了議程的權力是不同的 所以你的做法是打尖 我的做法完全不是打尖 我希望你就此一點 澄清一下 表示我並不是 就是我 就芬蘭這個問題 並沒有打尖 我只可以 主席麻煩你 有一個清楚的說法 還我的公道 就這個芬蘭職務報告 我是諮詢過秘書處 通常這職務報告 是在大會裏作一個報告的 今次我聽了你的意見 決定在事務委員會談 已經很尊重你的意見了 我沒有什麼其他補充 主席我多謝你尊重 但是你不應該說我打尖 我是 各位委員 各位委員 你可不可以叫許智峰和剛才那位譚文豪 收回他們冒犯我的說話 為何你們雙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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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委員 我認為 現在教育局官員已經在那裡 沒有需要糾纏這些程序問題 已經經過了 好了 我進入第二項議程 蔡局長 你可以介紹你的文件 主席,过去一段日子 社会因为媒体报道和网络流传 特别关注教科书和校本教材偏颇 内容失实的事件 在这里,我们会受教科书 和校本教材的编制,运用和监察 向议员展示,说明 哪位议员在会上圈话,我会请你们出去 陈淑庄議員,请你们不要在会上圈话 现在已经处理了规程问题 如果哪位议员在会上圈话,我会请你们出去 请你继续 向议员说明相关的质数保证措施 及机制 优质的教材,必须配合课程的宗旨,目标 内容,帮助学生建构知识 发展技能,培养正面价值观和态度 教育局的课本评审 你们行为不检问,处理完了,请你出去 我要将你出去,我要将你驱逐出去 请黄议员 请黄议员 已经处理完了,我现在根据议次规则,请你们出去 你开会是不应该,请你驱逐出去 你处理了规则问题,你才继续 他处理了九个阶段 你处理了,我不是讲,知不知道应该开会 我应该刚才那些冒犯宣论 以及开会的犯人方法 怎样处理是主席决定的 麻烦请他出动 麻烦请他出动 我要将王 你不可以不处理规则问题 你是濫权 你处理了规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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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处理了规则问题,大家就开会 你处理了规则问题 你处理了规则问题 处理规则问题 劉淑耶,你独裁 你不可以不处理规则问题 你处理了规则问题 你处理了规则问题 你处理到了规则问题 你连议员提出什么规则问题 你都不接 你处理给勇武派,你怕人敢投票给你 你处理了帮助办公司 你处理了,王医院 你处理了,你处理了 你处理到公司,你处理了 你处理了,你处理了 你处理了,你处理了 你处理了干奖问题 陳淑忠議員,你再在會上圈話,我會趕你出去 我已經裁決了現在進入第二項議程 我裁決了,我說現在進入第二項議程 不需要 請陳淑忠議員,驅逐出去 歸成問題,可能歸成問題,被處理要港版修律,要打開這個組,你認不認識 請驅逐陳淑忠和黃碧雲議員出去 陳淑忠的正常發言,為何會是居住 你看看議事規則,是主席叫發言接發言 你會上圈話 議員提出關於問題,是可以做的 議員提出關於問題,歸成問題 你幫家裡不處理,你再改一個租 但你沒有權之中的地步 我已經裁決了,剛才程序已經進入第二項 陳淑忠就敢說你,改喊我,改喊我 請陳淑忠議員出去 我已經裁決了進入議程第二項 你不喜歡正常開會就請你出去 我們要討論教科書教材 你不喜歡討論就請你出去 你已經違反了多個議事規則了 你看一下議事規則 你知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議事規則 你懂不懂做主席 主席叫了,是有責任的 Duty obligation 請陳淑忠議員出去 請陳淑忠議員出去 你是議會上圈 我已經裁決了,現在要談議程第二項了 你但是要談議程第二項了 你又有反狀的,也沒有裁決了 你暫停的,因為這個掌握可能有起格 你也不要有起格 我又要求公權才能判禾 你又要求公權 你澈市長,你會不會講 你還是說一言,你不要去那些問題 你不要再說的 你不要再說那個出動 我接受了 不需要請陳淑忠議員出去 請你出去,我們這個議會是不容許一個議員 還未在主席在會上的位置圈話的 請你出去 我已經處理了很多規程 你不可以只是一口說規程問題 主席,你剛才已經接受了我這個聲稱 這個講法,你是沒有說過的 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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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將這個會暫停10分鐘